大家好,我是郭俊怡 现在好想见你一面 一份的承诺就是当年跟朋友约定的一段时间 他现在呢,人在林口 那我晚上刚下班 就到了林口的交流道准备下去 那过程当中呢,其实睡不太早哦 因为一路上呢,其实还蛮颠簸的 晃来晃去 不过还蛮平安的 下去交流道之后呢 有一间24小时的速食店哦 这是郡以第一站睡觉的地方 希望能够趁到早上8点 朋友来载我呢 凌晨的3点46分 我终于到了桃园的林口交流道 到了之后呢 就点一杯玉米浓汤 算是消费吧 不过喝完之后,头有点头痛 因为毕竟整个晚上睡不太着 一个人在这个速食店当中呢 感觉特别寂寞 因为呢,等待的夜晚总是特别难赖的 不建议呢,这样这种疯狂的行为 一生中大概做一次就够了吧 如果再叫来我第二次 我可能也承受不住哦 原本呢,是想说去附近的汽车旅馆 QK三个小时只要650元 但是我忘记带身份证了 所以不能进去睡 只好呢,到了另外一间超商 还好这间超商真的很干净 我就体验当了游民 一个晚上,睡了三个小时 感谢这间超商没有赶我走哦 能够让我趁到早上等待朋友来接我 算是一个上天的恩典吧 不过六点,真的忍不住 只好上打掉朋友 请他叫醒准备来载我 太棒了,终于可以吃早餐 我也实现我当年的承诺 到了桃园见你一面 可别再说,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哦 这就是要见面的女生 下集分享 到底还有发生什么事情在桃园林口呢 赶快点阅部落格吧 再会